西方史学史 在兰科看来在历史研究中 单个事件是脱节的混乱的 故隶的史料考证方法 关注单个历史事件的内在外在内容 这种以单个历史事件为依托的史料考证方法 最多只能观察到 单一事件有着时序上的联系 或者空间上联系的另一个单个事件 而支配这些单个事件的内在的因果关系 最终动因是无法探知的 因此凭借史料考证的方法 史学家是无法触及 伸长起来的历史事件的那一部分内容的 这部分内容是 于历史事件的本质内容 兰科认识到 纯粹的历史事实 有其精神的内容 一号史料考证方法 无法认知事实所附带的精神内容 还需要凭借精神的方法 凭借直觉来认识 这种直觉按照兰科的理解 多种表示感悟 移情等兰科的直觉